一曲的不知火舞 平时的十局比赛 一百局比赛都比不上这样的一局 巅峰对决中的表现 KSG4比3淘汰AG 双方呈现出一场极其精彩的巅峰对决 两边打得酣畅淋漓 首先看阵容 基本框架一样 魏央拿了自己最自信的英雄劲 但是辅助位置上AG出张飞 应该是预判KSG会出乔黎 但是没想到却出了个东黄 而恰恰是这个东黄把魏央给搞崩了 在开局部署方面 KSG射手走中明显就是告诉AG我要入侵了 可是艾斯却在反自家红buff 与此同时 一样的英雄伊安抢线居然比阿泽慢这么多 一连串的离谱操作 使得AG南野区直接崩了 这一波艾斯和伊安都是姗姗来持 AG开局部署细节太差了 紧接着KSG又反了AG的红buff 讲个笑话 双成阶阵容被单成阶阵容入侵且四buff开 两分半 KSG率先发烂 急火秒掉了伊安的蒙田 随后笑颖赶过来又带走了小A东黄 紧接着一曲进场 一脚踹着两个双方打了一波一换三 而此时离久说了一句 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艾斯刚才在干嘛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比赛三分钟阿泽有点脱节被带走 随后AG成胜追击 可是这个东黄专门咬魏央整局比赛三次次专钉魏央 这局比赛魏央太难打了 好在笑颖收割做的不错 配合队友打了一波一换四局势又平了 比赛来到六分钟 艾斯张飞开团吼到三人 伊诺也在侧边单杀了小九 AG这波零换二 可是以为对面少两人可以放心压塔 结果一曲活舞找准时机 又一次一闪踢掉两个 KSG连续带走AG三人 比赛十分钟关键节点 艾斯没有探草 伊诺也没有危险意识 导致被一曲活舞顺秒 结果拿完主宰的KSG 在上高地的过程中又被反打了 伊诺这波在高地偏偏起舞一举 拿下三杀是整局乃至整个BO7最高光的操作 双方真的是有来有回 可是艾斯受不了 必须偷偷再做一顿饭 没敌方视野 且身旁没队友的情况下 非得往一个没有男buff的野区走 未免太嚣张了吧 这掉点以后 AG就再也没有打回来过 最后伴随着一曲活舞 再次闪现进场 配合队友瞬间融化了AG双C 奠定了制胜局势 而此时艾斯在干嘛 又一次上演保一诺保个狗屁 各位也且看且珍惜吧 艾斯打比赛的日子应该不多了 说不定下一次想看保不容易 下季赛首个巅峰对决非常精彩 也让我们对于一曲有了全新的认识 AG这边魏央被针对哑伙之后 就很难赢比赛 提到此事实在有了全新的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